生日,给她个惊喜吧 浩天是当红的歌星 成为她的女友就跟做梦一样不真实呢 没人吗 我记得她今天休息啊 生日不陪你的小女友 什么小女友啊 不过是个脑残粉 我真正爱的是你啊 浩天 在你眼里我不过是个脑残粉 浩天,我恨你 小夫,你听我解释 不能吹 万一被媒体拍到 明天被人头条就是我了 原来 这真的只是个梦 从小夫不准哭 让她不值得 可是为什么 心好痛啊 小黑黑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是来找我的吗 小黑黑 谢谢你 哇,这个蠢女人 那也都能干嘛呢 这衣服 是浩天最喜欢的一个牌子 小夫 算了,别想了 你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 什么声音 啊,小黑黑 你怎么上来了 你没有洗澡很脏的 本总在大牢有个难胃 居然嫌我脏了 你的良心啊 啊,好吧好吧 怕了你了 来来,先一起洗个澡子吧 小霉霉 先一起洗个澡子吧 你这个女人 怎么耍油麻了呢 那么 就从洗劈劈开始吧 哈哈哈哈 你休想 哈哈哈哈 乖乖不要动哦 很舒服吧 嘿 我好像明白 为什么喜欢她的味道了 因为她的周围 很柔软 我很喜欢 好了 现在可以躺上来了 嗯 小黑黑 快吓死你 好重啊 小黑黑 你的体型更像狼 这么大只啊 你才发现我是老猫 雷先生之前有提过 你很危险 但是我却一点不怕你 以为你傻 比起人类 我还是更喜欢跟动物在一起 因为人类会说谎 会伤害 会离开你 但是动物不会 动物只要信任一个人 就会一直信任下去 他们就是这么单纯善良的种族 不会背叛 蠢女人 哪有那么多王子会姑娘的故事 我该你被骗 哎 赶紧把那个小白脸的性别处理掉 生败不利 说好了 明天乖乖跟雷先生回去 我会去看你的 小福啊 周末电庆 店长特地在阿里巴巴酒店88层顶了宴会 不要迟到哦 哦好的 我一定准时到 糟了 好像走错地方了 打电话问问吧 小林啊 你们在哪儿 阿里巴巴酒店 B塔88层啊 哦 果然走错了 成名人发现赶紧走人 舒小福 好天啊 你居然混进这里呢 偷偷跟过来是想和我和好吗 看你这么有诚意 一会儿到楼下8680房东啊 我不是来找你的 别撒谎了 以你的身份 不忘我的名号能混进来 你 你放开我 好 我带进来的 是他 舒小福 全然搭上了一封集团总裁 您误会了 我跟舒小福认识 总裁您好 我是 声名狼藉的细子 您听我其实 那些都是虚假传闻 我封烈的宴会 是臭鱼烂虾可以滚进来的 来人 把他争出去 与他同行的人 列住往来黑名单 好的总裁 哎呀 可恶 迟早我要你们好看 蒋浩天 因为你的列级绊绊 你被公司解雇了 违约记的账单 稍后发给你 好自为之吧 蒋浩天 你居然断过财路 以后别让我看见你 见一次打一次 啊 缺买了 风先生 刚才谢谢你 风力 我是风先生 哦 风力 我是祖座地方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好的 我一定准时的 小小宠物店 居然跑到我的酒店开宴会 还定的是告白专属 有毛你 喂 查查中国酒店八十八层的预定情况 总裁 酒店必做八十八层被营业家的少主定了 说是准备告白宴会 收三倍飞用 然后 好 我是来参加宠物店周年庆的 小姐您好 这边请 我带你出去 没想到 他人还挺好 总裁破天荒的带着女伴参加宴会 天了鲁大新闻啊 总裁 嗯 知道了 在这儿等我 好的 好想走啊 你是总裁的女伴 使了手段吧 我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 来参加宴会什么首饰都不戴 一看就是权贵 我的项链可是风种送的 好看吧 好看 我看到了什么 是借维尔的子星钻石 我封灭的女人 当然要戴最好的项链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 我只是走错门了呀 哎哟 哎哟 累死我了 终于到宝贪即逝了 精品狗粮 便宜卖喽 One hour later 为什么 一包都没卖出去啊 人这么多 嗓儿小 胖胃小 弊端又不好 能卖出去才是见鬼啊 收到 哇 这个摆摊城好大呀 车头上的狗狗好可爱呀 买买买 五分钟后 狗粮都卖完了 我疯狂的 我疯狂的女人 当然要戴最好的项链 我只是怨过呀 怎么就成了疯狂的女人了 亲爱的 喜欢吗 我不 感受不喜欢 我试试 好可怕 我知道了 我好感动啊 好气啊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呀 那个 人家的确就是风链的新女友了 风链宝贝都叫人家小乖乖的呢 对吧 就许你耍我 我就小小的戏弄你一下吧 风总原来私下是这样的嘛 不会吧 风总总会那么肉麻 这个女人怎么突然就够买呀 既然你这么低头 我也不能说 啊 这个混蛋居然占我便宜 这个卖一了吗 小乖乖 我简直就是恋爱的天才 流氓 风链先生 请你停止现在的一切行为 什么 公交车还没来啊 靠边点儿 穷松外熏着我的法拉利了 你们要干什么 兄弟们扔了 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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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姐 风总让我们送您上学 请上车 不 不用啊 初小姐 风总让我们接您放学了 初小姐 您坐好 明天见 终于到家了 风链先生 您的行为 已经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请停止这一切 我懂了 事物不对 那就好 我们之间 我们已经接过稳了 就不需要追求这一环境了 所以我们同居吧 你懂个屁啊 终于现在就是我 这第一名果然是初小夫 人脉成绩好 不愧是我的女神啊 什么女神啊 谁不知道 初小夫被包养了 这容貌和成绩 都是人工制造的好吗 就是 人家可是豪车飞机接送上去 我们拼死力活背书考试 抵不过你家女神和金主爸爸 一句温香软语 本来在学校就没几个朋友了 这下更加悲剧 孰小福 白依然 小福 恭喜你 又拿到第一了 谢谢你依然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不过 每天接送你的那群人是谁啊 一言难尽 哦 小福 我想借鉴你论文里的一些段落 但是 我担心导师会说我 没关系 我会跟导师说明的 师兄姐 我们来接近报学了 风总说 今天小黑黑状态不好 希望您来看看 小黑黑 依然 不好意思 我有事 得提前走 要不 我和你一起啊 你忙完就可以帮我看论文了 小福 好不好嘛 小黑黑一向不喜欢陌生人 依然 你把论文返我邮箱 我今晚改好就立马发你 被我认出来了 那个是一风集团的指申危机啊 你看那个专属的标志啊 原来树小福的靠山是一风集团啊 能怪这么嚣张 树小福 你帮上了一风集团 不肯带我去 是怕我抢走你的好处吗 好可怕 我有恐高症啊 小黑黑 你在哪